您好 欢迎收看10月2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萧佳慧 首先带你来关心花莲地方选举 今天举行了候选人的姓名号次抽签 根据登记先后顺序作为抽签的顺序 拼连任的国民党县长候选人徐正伟抽中1号 五党籍黄诗鹏抽出2号 民进党籍古拉斯则是3号 2022号花莲五合一选举 21号则是办理候选人姓名号次抽签 现在许正伟在立委复昆期的陪同之下 前往抽签 而这次抽中11号 许正伟表示 延续新政的工作 也请乡亲继续支持他 为大家来服务 在整个一起努力打拼之下 我们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工作要做 无论是我们的3D旅游或者3D交通 无论空中的我们的网纪网络 以及我们未来的数位经济 地面上我们对外对内的交通 以及我们的地面下我们所有的污水排水 以及所有的基础工程 另外我们要透过文化经济跟我们国际来接轨 透过我们智慧农业 以及所有的友善永续 透过国际慢食 以及我们亚洲蔬食来跟国际接轨 要做的工作很多就在未来关键的四年 我们的总图已经发包 而且已经开始一起来 明年就即将来动工 而我们的风雨计划 还有我们的山海剧场 以及我们他的太巴朗祭祀广场的二期 这也是我们的重中之重 尤其是在我们中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小心 Glass为到场抽签 由青年干部代出 并表示 这次Glass接到0918地震灾民的陈情 正在花莲南区 Glass表示选举是一时的 关心花莲才是永远的 Glass有告诉我 然后他说 我们要告诉所有的支持者 因为灾区的民众呢 如果到今天为止 都还没有办法有效的去解决他们的问题 那他就必须 这个东西就比我们的抽签还更重要 他就必须要前往 所以 我们还是会以灾区为主 那抽签选举只是一时的 关心花莲才是永久的 Glass也告诉我说 请不管大家抽到几号 这都不重要 只要看到名字 有英文名字的 名字最长的盖下去就对了 我党节的黄世鸿适度参选公职 他曾于2014年 2018年参选花莲宪县长 2016年选立委都失利 这次是他第三度挑战 花莲宪县长的宝座 黄世鸿建议新总统选出提案 修地制法 地方县市长只能够当任两任 才是标榜的民主法治国家的政策方向 记得将一关在这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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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